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了市面上最强移动CPU i9-12900H的超高性能迷离小主机 Mofan S600 S600是Mofan即将推出的新一代迷离小主机 这个型号可以装置Intel目前的标压H系列移动CPU 也可以装置P系列移动CPU 双通道DDR4内存3200MHz 三屏4K60Hz显示输出 2.5G千兆双网卡 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49×145×545 大概是1.8升的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HDMI线缆 SATA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大电源 20伏9A 一共180W的功率 对米粒主机来说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了 毕竟要对付的是i912900H 机身接口 前面板 Type-C接口 USB3.2接口两个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电源接口 双USB2.0接口 双USB3.2接口 HDMI和DP接口 2.5G和1G网络接口 耳机输出接口 机内板载接口有 双通道内存插槽 WiFi6E无线网卡 PCIe 3.0 NVMe SSD 上盖顶部可以安装SATA SSD 翻过来 还能再加一块NVMe SSD 波轮风扇下是全铜双烧管散热系统 今天我们就先来打游戏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P低画质 居然也能开得有声有色 一般场景50帧 复杂场景就只有40多帧了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 随便玩 1080P 原神1080P低画质跑起来大概只有40多帧 这就是Intel最强核显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能玩但确实不惊艳 当然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1676 我们看看这张所有核显跑Time Spy的得分记录 正常情况下96EU的Iris核显应该在这里 但我们今天测试的结果却在这里 高于新一代的Radeon 660M 低于新一代的Radeon 680M 680M真是强啊 迫不及待向测试MD Radeon 6000系列小主机了 Fire 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里 5391分 接着我们看看Iris X1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CPU平均占用5% GPU平均占用60% dreams 1号 戴上 2号 相产如果没有材料 1号 字幕一下 1号 答案 4号 跟新一号 1号 握发 2号 纸 1号 喂 2号 い Youtube 8K 60帧IVE视频照样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5% GPU平均占用55% 我们以前说过要用简单的方法判断哪些Intel CPU的核显能硬解AV1 就是打开Intel CPU的详情页面 发现凡是有多种格式编码引擎 不管这个数量是一个还是两个 大概率都能硬解AV1视频 刚才我们谈了核显 现在我们要说说手头这块i9-12900H CPU 它应该算是最强的Intel移动CPU之一 另一块12900HK也非常强 而且还可以超频 比较遗憾的是 我们手头的机器是工程验证版 装置的12900H也是一块正显的KOS CPU 算是最厚最优最接近量产的CPU 希望今天能发挥它的最大实力 我们首先想要测试CPU的生产力表现 说句老实话 大哈多数人100%使用CPU的工作场景是很少的 作为视频制作者的我的工作 用到100%的CPU也很少 跑分除外 但我的工作流程里还真有一个需要长时间100%使用CPU的地方 那就是我使用Arctime添加字幕并转码输出MP4视频的文件 这是上载我们制作的畅网5285U的原始不带字幕的视频 我们用S600的12900H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这里是100%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12分31秒 共计751秒 而上载我们使用MD锐认95900HX对原始频转码所花的时间是 13分48秒 共计828秒 对比一下 12900H只用了5900HX90%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此项生产力上12900H是快于5900HX的 接着我们跑CPU测试 要看看跑分是否同样支持我们生产力的实证结果 CPUZ多线程7274.9 单线程817 我们以Rain的其他几台高性能小主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12900H无论是多线程还是单线程都完全超出了锐认的这几个兄弟伙 CPU5多核11594 单核1905 很明显啊 I9 12900H比其他小主机高出一大截 CPU223多核14634 单核1948 这算不算强到没朋友啊 5900HX跌了1300分 10%左右 PASSMARK多线程27759 单线程4140 我觉得单线程领先的幅度更大一点 4140 我们的低功能小主机全合也就这个水平了 最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10万 CPU得分60万 从上面的生产力测试和跑分测试来看 I9 12900H确实强于我们测试的各类小主机的CPU 不愧能成为当前最强的移动CPU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的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9.6%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AIDA64 先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80W以上 温度也冲上了80多度 整机功耗98W以上 但是只维持了40秒 就一路下滑到了CPU功耗65W 整机功耗只有接近80W CPU频率由一开始的2.8GHz掉到 并稳定在2.4GHz CPU温度稳定在85摄氏度 我们接着双烤CPU和GPU 一开始CPU的功耗就掉到了65W 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整机功耗很快就掉到了73W 维持下去 CPU的温度也是最后在76度 PCIe 4.0硬盘测试 SSD Benchmark 读3324Mbps 写1806Mbps 总分5523分 Crystal Diskmark 读4775Mbps 写1978Mbps 终于有上4000Mbps的SSD了 硬盘属于PCIe 4.0 NVMe SSD入门的那一种 我们还测试了两个网卡中 速度较高的2.5G网卡 发现它上传下载都能跑满带宽 Mofan S600 装置了最强的12代酷睿i9 CPU 12900H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代机功耗14.2到15.1W CPU Z最高功耗128.1W DK Bench5最高功耗143.5W CN Bench223最高功耗117.5W Passmark最高功耗138.6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119.7W 我们添加字幕转码并出MP4视频的 ArcTime输出平均功耗85W 我们180W的大点源 应付上面这些所有的场面 都是没有问题的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S600运行 OpenWRT测试 AES782100分 XX20417312 Coremark434900分 12900H是迄今为止 我测试过的所有小主机 Poremark成绩最强的 非常给力 Mofan S600 它装置了Intel i9 12900H 应该就是Mofan品牌 在Intel12代CPU这边 今年最强大的旗舰小主机了 我们测试下来发现 性能确实是强到没朋友 所有的测试结果几乎都碾压了 以前测试的AMD Rhythm CPU 除了CPU强悍 S600还拥有丰富的接口 结实给力的电源 并且也支持了PCIe 4.0的NVMe 其中一个接口支持了 虽然Pay的SSD只是4.0的入门级别 但毕竟有了 要说缺点也是我们常说的 应该有雷电式或者说USB4.0接口 毕竟是旗舰 应该可以双2.5G网卡了 又不是PCIe通道不够 风扇调配的更安静 或者更智能一些就好了 总之 这么一台强悍的机器 明寿版上市的时候 希望能够调教的更好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